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很高興又在這個地方 跟各位投資朋友見面了 非常非常的高興各位投資朋友 今天又來到了我們的贏家百分百 成為一位百分百的贏家 有很多投資朋友告訴我梁老師 梁老師 基辛我除了你的節目之外 我還有看57台58台的節目 我說57台58台的節目不錯 很多投資朋友又告訴我梁老師 梁老師 但是當我看完57台58台的節目之後 你的節目時間一到 我一定怎麼樣 馬上轉過來 我說為什麼 我說你57台58台看得好好的 為什麼一定要轉到我梁老師的節目 因為這些投資朋友告訴我梁老師 梁老師 57台58台是不錯的 四平八文對不對 說了也很有道理 但是這些老師 57台58台的老師 講的股票好像怎麼樣 不太刺激 你的意思是說我梁老師 我介紹的股票比較刺激就對了 對啊梁老師 梁老師啊 你講的股票真的比較刺激耶 你講的股票真的比較會漲停耶 各位同志朋友 當我梁老師休息兩年要再付出的時候 很多同志朋友跟我梁老師講 梁老師啊 未來還有標股嗎 我說未來如果沒有標股的話 為什麼我梁老師要付出呢 各位同志朋友 很多同志朋友一直在擔心 當我梁老師要付出的時候 一直在擔心 我不知道這些同志朋友在擔心什麼 梁老師啊 你的功力會不會退步 我說我證明給你看嘛 你以為這兩年我都在做什麼 吃跌跨跨跨跨跨 不會吧 聽說今天又漲停了 為什麼這麼多的投資朋友 看完57台58台的節目 我梁老師的節目一開始 馬上轉過來 為什麼 有些股票啊 在57台58台是不講的 為什麼 因為57台58台你一定要講 很詳細很詳細的基本面 報表要怎麼樣做得很漂亮很漂亮 但是我說 你基本面講得再詳細 你報表做得再漂亮 股票不會標 那有什麼用呢 而我梁老師 你看看我給你看的圖表都怎麼樣 很簡單嘛 對不對 你知道嗎 這一個股票我告訴你 當時是我上節目的第二天 7月21號我上節目 7月22號上節目第二天送大禮 就這麼簡單的幾句話 當初這支股票是多少錢 77塊 講完最後也沒有漲 過程我們就省略了 好不好 我們就看今天好了 過程我們就省略了 我的報表也沒有做得很漂亮啊 我的基本面也沒有講得很多很多啊 讓你聽都沒有啊 對不對 但是我講過了 我梁老師我見的股票 你要基本面有基本面 你要技術面有技術面 你要看基本面你自己去看 你要看技術面你自己去看 我們節目的時間很油漢耶 二十幾文千的時間 二十幾文千的時間 我要告訴你明天哪一支股票要飆 就像7月22號這一天 我說這一支股票怎麼樣 上節目第二天送大禮 什麼叫做大禮 不會漲的股票 叫做大禮嗎 不會標的股票 可以叫做大禮嗎 各位投資朋友 這給你哪裡 各位投資朋友 有時候 有的人說 有些人說 各位欄老師 有十七台 有十八台的老師 也都很厲害 但是股票 都不標很奇怪 你老是為什麼 為什麼有十七台 有十八台的老師 講的股票都不會標 我說我怎麼知道 你應該去問那些老師啊 藥老師我在運動台 不管是運動台 或者是贏家台 各位投資朋友 大家眼睛都是雪亮的 大家都看得到的 我梁老師我講的股票 不囉嗦 不囉嗦 好啦 很多老師看到我梁老師的股票這麼高漲停 他就怎麼說 算葡萄心理就起來了 很多老師在節目裡面會告訴你說 你不要聽梁老師在講漲停板 漲停板沒效啦 我們的股票要怎麼樣 要細水長流啊 不要漲停啦 漲停太快了 慢慢漲就好 什麼樣的人會講這種話 什麼樣的人會講漲停板沒有用 各位投資朋友 我梁老師我記得起庭20年了 什麼樣的老師我沒見過 只有失敗的人 賺不到錢的老師 才會說漲停板沒有用 現在不是很多老師都在講 梁老師在漲停板沒效啦 漲停板沒效 這句話怎麼講 這句話從何說起啊 失敗的人 賺不到錢的老師 才會說漲停板沒有用 才會說漲停板沒有用 所以只要你聽到別的老師 再說漲停板沒有用 你就知道他的會員一定是賠錢 當然一個老師他賠錢的時候 他不會在電視上公開講 對不對 但是我們可以從一些蛇絲馬跡 我們可以知道這個老師 他的會員到底是賺錢還是了解 失敗的人賺不到錢的老師 才會說漲停板沒有用 所以只要你聽到別的老師在說 漲停板沒有用 你就知道他的會員一定是賠錢 我說我梁老師我天生我就喜歡漲停板 股票不漲停我還覺得不耐煩 股票不漲停我真的怎麼樣 我覺得還不耐煩 特別是啊 很多老師很喜歡學我梁老師 我梁老師在講松上的時候 我沒有人在講沒有其他人在講 奇怪松上漲上來了 其他老師都說他有松上 單井也是一樣 我梁老師我上節目第二天 我在講單井的時候 也沒有其他老師在講 奇怪咧 今天松井漲停板 其他老師都說怎麼樣 他有松井 同樣的 當我在這一天 我在講客家的時候 也沒有其他老師在講啊 也沒有其他老師在講啊 你看看我圖表做的簡不簡單 不是說我梁老師扁板 一支股票只要會漲 講太多都沒有用 不需要講太多 一支股票如果不會漲 你講太多也沒有用嘛 對不對 你說我說的道理嗎 一支股票如果會標 你就不需要講太多了嘛 對不對 那如果一支股票不會標的話 你講太多那有什麼用呢 浪費時間嘛 你剛剛我梁老師的圖表簡不簡單 我說怎麼樣 這一支客家 股本比高橋還要小 我當時在講高橋有沒有 我講完高橋之後 接著怎麼樣 我講哪一支股票 客家嘛有沒有 那我說怎麼樣 很多投資朋友沒有買到高橋 但是我說過了 沒關係 有一個股 有一個股票 可以讓你怎麼樣 哪一支股票會比高橋強 我說它的股本比高橋小 EBS比高橋高 而且我都證明給你看了 要基本面有基本面 要技術面有技術面 這就是我梁老師的股票 當初我在講的時候 沒有其他老師在講 東槌市要多少錢而已 我們拉近一點 30塊 東槌市 30塊 當初朋友 30塊 今天 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我是8月11號這天講的 今天9月9號 過程我們一樣跳過去 好不好 別的別的 免得別的老師看了眼紅 講完之後 柯家 十字漲停 接著 十一字漲停 接著 第十二字漲停 接著 第十三字漲停 這是上個禮拜五 這是 9月2號這一天 上個禮拜五 柯家怎麼樣 十四字漲停 漲停 漲停板太多了 有時候我都記不住 各位都怎麼樣 這是上個禮拜五 柯家怎麼樣 第十四字漲停了 今天呢 今天柯家有沒有漲停 沒有 為什麼沒有 但是他怎麼 六十五塊三 創新高 什麼叫做平常新 你有沒有看到我寫這三個字的時候我不是用金炭號我用怎麼樣我們拉近一點 巨號 金炭號是怎麼樣很激動對不對 巨號是怎麼樣 很平靜 很平常新 我常常跟我的會員說你要當我的會員你就要習慣我們的股票會 聽聽 這樣 很多老師的股票漲停 不要說放鞭炮 簡直怎麼樣要放火箭了 但是如果你的股票經常漲停板的話 你是不是怎麼樣 就怎麼樣 很習慣了嘛 對不對 就會怎麼樣 很平常新了嘛 上個禮拜五 中秋節之前 柯家 十四字漲停 奇怪 現在大家老師都說他有客家 我在說鬆散的時候沒人說 後來他起起來 其他老師大家都有鬆散 我在說單錢 其他老師都沒有在講 後來 單錢起起來 大家老師都說他有單錢 客家也是這樣 我在說的時候8月11號 沒有其他老師在講 奇怪咧 客家怎麼樣長上來 其他老師都說他有客家 有時候我很想問這些老師 你那麼喜歡幫我 我幫我兩老師抬轎 今天客家沒有漲停 但是 但是他今天多少 我們拉近一點 就是今天 而當我在講客家這一支股票的時候 當時是8月11號這一天 有沒有 8月11號 8月11號 30塊 今天 客家沒有1個月 客家 60塊 什麼叫做操作股票的最高境界 操作股票的最高境界 不是說 一支股票慢慢的起 你買一支股票 你買到他那裡 你就把它抬下去 慢慢的起 漲是有漲啦 慢慢的起 爆個一年半載的 甚至爆個兩年三年 漲個兩成三成 我說這不是做股票的最高境界 什麼叫做股票的最高境界 各位都是朋友 注意看時間 注意看價錢 我兩老師功力退步了嗎 很多時候都沒有帶我兩老師付出的時候 那時候是我很擔心你功力退步 現在都沒有說了 現在笑的都不會有 現在都不會講了 還有一個個 若人說 你當初時有三百萬 這天 假設 當天你有三百萬 今天 你有多少錢 你自己算一下 這就是操作股票的最高境界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 股票 為什麼一定要有漲停板 只有失敗的人賺不到錢的老師才會說漲停板沒有用 當然我兩老師我也不喜歡去批評其他老師 但是我的老師真的是怎麼樣 吃不到葡萄 說葡萄酸 所以 如果你聽到其他老師在說掌停板沒有用 你就知道他的會員一定是怎麼樣 一定是怎麼樣 你要去參加這些老師嗎 今天客家為什麼我說他怎麼樣 創新高 我用句號 句號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什麼意思 我們在寫文章的時候 句號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結束 對不對 所以 如果 如果你 如果你 32塊 如果你 30塊沒有去買客家的話 60塊 你還要追嗎 你追得下手嗎 就像 單景77塊 你沒買 今天117塊 起40塊 你要去追嗎 如果我是賣了 就像松上 我跟你講的時候才10塊錢 漲到15塊 起50 你還要追嗎 如果我是賣了 就像怎麼樣 客家30塊的時候 如果你沒買 60塊 你還要去追嗎 要是我的話我才不會去追 所以為什麼我今天怎麼樣 我用了一個句號 我們拉近一點 但是我常常說 當我告訴你一檔 倒數你一檔股票結束的時候 我一定 會告訴你接下來 我們要做什麼 拉近一點 松上 你沒買 沒買 單景你有沒有買 你有沒有買 沒買 客家 你有沒有買 沒買 好 松上你沒買 單景你沒買 客家你沒買 你也沒買 可是呢 你沒買這些股票沒關係 但是呢如果 今天9月9號這一支股票 如果你再不買的話 你就不要說 我都不幫你 今天各位同志朋友 雖然中秋節昨天已經過了 但是我相信今天還是有人在烤肉 對吧 為什麼中秋節一定要烤肉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今天 昨天才剛剛過中秋節嘛 我兩老師也不是怎麼樣 不盡人情嘛 所以昨天中秋節我不是給你一個 團圓架嗎 今天 我這個活動 9月9號 我再 圓 一天 可是呢 公司說 只能再圓一天 如果你錯過今天的話 拍謝 下一次麻煩你 等到 下一個中秋節 才有 團圓架 中秋節的方案 再圓一天 如果你沒買松上 如果你沒買單景 如果你沒買客家 如果這一支股票 今天萬東選一的這一支股票 你再不買的話 你就不要說 我都不幫你好好把握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謝謝 湯泉國際 台灣造政 江南緣林 山海豪景 台北灣No.6 江南大宅 2805-9898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投顧 都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得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得投顧 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得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憶 固得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振兆 實名反敗為順的 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顧 固得投顧 最佳利器 請用五分珠 吹起貼 請用起貼五分珠 五分珠 快夠好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複文師倒快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 男友 歡迎各位投資朋友 再度來到第二個階段 各位投資朋友 你認為全市場這麼多老師 都一個老師的股票 最厲害 老師啊 是不是你 我沒有講 我沒有講 鬆上 鬆上 夾哪裡 單井 這個夾哪裡 客家 上個禮拜五 上個禮拜五 今天 你知不知道今天為什麼 客家沒有漲停 只有創新高沒有漲停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這是一個訊號 股票市場裡面 股票當然不會說話 但是股票會透露出一些訊號 來告訴你 他接下來要怎麼走 那今天為什麼 客家這支股票今天只創新高 沒有漲停板 為什麼 因為 就像我在這個地方 我所用的 這個標點符號 我們拉近一點 因為 因為 他已經 劃上 句號 了 我 跟你說 你了解嗎 我們老師在台上 有很多很多的限制 不能說 不能說一支股票要大漲 不能說一支股票已經 有沒有 已經 已經 已經要跌了 我只能告訴你 這一支股票 他已經 可以畫上句號了 所以如果你30塊沒買的話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他今天到60塊 如果你30塊沒買的話 你60塊 你還要去追嗎 如果我是不是 就像怎麼樣 單景77塊告訴你 你沒買 今天117塊漲了40塊了 你要去追嗎 我是不是 就像中上 告訴你的時候10塊錢 漲到15塊 起五下 你要去追嗎 那我的話 如果是我的話 我是不是 可是呢 當我告訴你一支股票 告訴你一支股票已經怎麼樣 可以畫上句號的時候 我一定 會告訴你 接下來 是 哪一支股票 我相信有很多投資朋友 松上沒買 我也相信有很多投資朋友 單景沒買 我更相信有很多投資朋友 客家 更沒有買 那你都買什麼股票 可是那我告訴你 我已經告訴過你 如果你松上沒買的話 沒關係 單景沒買的話 沒關係 客家沒買的話 也都沒關係 但是 如果今天這一支 今天9月9號這一支 今天告訴你的這一支 萬中選一的股票 如果你再不買的話 那你就不要說 我都不幫你 松上我有沒有幫你 單景我有沒有幫你 客家我也沒幫你 但是如果松上單景 客家你沒買的話 我說沒關係 但是 如果這一支股票 萬中選一 今天告訴你的這一支股票 你再不買的話 你不要說我不幫你 我都不幫你 好不好 今天為了這一支股票 我跟我公司肯定 肯定很肯定 公司終於答應 中秋節剛過對不對 但是中秋節的 這一個團圓價 今天再緣一天 就只有一天 好不好 如果你今天 再錯過這一個團圓價的話 不好意思 麻煩你 等到下一個中秋節 各位同志朋友 歡慶中秋節 今天你綠團圓價 月圓人員 前團圓最重要的 今天這一支股票 如果你之前松上沒買 如果你松上沒買 單景沒買 客家沒買 我說沒關係 但是這支股票 一定要跟我的助理要到手 今天一律團圓價 今天就只有今天 錯過今天 麻煩你 再等一年 祝大家賺大錢 謝謝 本投物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夠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好 誰說了San 我是物流專家 讓全球熱愛MIT產品 OK 很不錯 我是Dr.Beauty 讓世界都變美 我是HAPPY達人 讓香蕉皮變成抗肉液保健食品 自由經濟示範區 才是台灣的潮 既在地又有競爭力 一起炒吧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獲得頭部 都有期貨 股票 雙證照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務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得頭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得頭顧 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頭顧 固得頭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意 固得頭顧 並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證照 使您坦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你的頭顧 固得頭顧 頭痛 請用五分鐘 去記聽 請用記聽五分鐘 五分鐘 五分鐘 快夠好 爸爸 鵝排氣密窗 專利負了是島塊 尋覓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對家裡打鼓也是 單用